我如果把彈夾拿掉 大家就會覺得很野獸 其實這個就是科爾特 對 就是科特衝鋒槍 就是我們最常講的M十六 他就是M十六 科特公司做的M十六 對 科爾特是M十六的製造工廠 叫科特公司 那他把原來這個五點五六的彈夾 均用的五點五六彈夾 改成這種九厘米的小彈夾 然後就這樣鑽上去 所以他改裝了 對 他改裝了 改成這樣九厘米的小彈夾 那這個槍是厲害在什麼地方 是不是身心也跟我們看一下 他的構造 因為第一個這把槍是軍用步槍 所以他的所有操作跟功能 都跟軍用步槍一樣 然後包含說他這個槍托可以伸縮 因為我們每個人手的長度不一樣 有些人這樣子 所以我可以調到我的習慣地方 然後像在這個地方 他是軍規的 所以像這個雷射指示器 對啊 這個魚骨頭 四巷魚骨頭 還有像這一個 這個叫做輔助握把 這個就是當你在握把的時候 這樣握住之後把槍往回動 讓你抵緊槍托 方便你射擊 然後將上你的槍托 然後這上面這個呢 這個是做一個內紅點瞄準鏡 還有原來的鐵製槍管 那最重要的六點是 基本上所有當兵的人都用過 這樣子的槍 所以你在改用這樣子槍的時候 你完全不需要訓練 都會操作 而且因為 無縫接軌 對 無縫接軌 而且他是九公里 所以他後座力小非常多 你打習慣M16步槍的人 來打這把槍 根本是不會晃動的